1979年,对越滋味反击战爆发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反击战 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攻占了越南的多个重要城市 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并破坏了越南沿线的铁路、水电厂等设施 断绝了越南侵略中国的野心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会觉得一切都很顺利 但其实,当年整个国际社会暗流涌动、各怀心思 中国的处境并没有那么乐观 中国当年的外交环境并不理想 在我们宣布要对越南开战的时候 全世界愿意公开支持我们的 竟然只有两个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虽然没有公开战队 但是在媒体上却没少对我们阴阳怪气 而苏联就不用说了 越南之所以有胆量在中国的边境线上作乱 正是因为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也正因为国际局势紧张 所以能站出来支持中国 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这两个国家就是柬埔寨和朝鲜 柬埔寨和越南之间有着血海深仇 1953年 柬埔寨脱离了法国殖民者的统治 正是独立 但是,法国在离开之前 为柬埔寨和越南留下了一条模糊不清的边境线 由此引发了两族之间互相敌视 但最初矛盾并没有爆发 因为,当时的柬埔寨和越南都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的侵战 自保才是第一要紧事 所以,在危机之下 两国开始了暂时的合作 甚至在60年代初 柬埔寨方面还默认 越南可以利用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线抗击美军 可问题在于,战争总是会结束的 战争之后,边境线问题再也没有了被搁置的理由 此时,越南军队由于抗击美军的缘故 已经在边境线上驻扎了十多年 越南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 根本不愿意把军队撤走 这激怒了柬埔寨 因为,这本身是柬埔寨的领土 但越南也有自己的理由 边境线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 谁也说不清楚哪里属于柬埔寨 哪里属于越南 越南认为,军队驻扎的地方 本身就应该归属越南 柬埔寨没有任何理由将土地夺去 对一个国家而言 土地是命脉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互不相让 虽然也经历了几轮谈判 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双方之间的民族仇恨也愈发浓烈 当然,这背后也少不了大国操纵 美国一直想要在东南亚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越南,柬埔寨以及泰国 美国都曾经支持过很多反共势力 特别是越南的红色政权占据上风之后 美国便拨给了柬埔寨更多的资金 希望这里的反政府武装能够崛起 从而压制越南 不过,历史的走向也并不全由美国决定 至少,越南和柬埔寨都没有按照美国的剧本走 柬埔寨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 所以,希望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路 进入60年代,柬埔寨与南越和美国都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柬埔寨的这种态度 也让中国和越南都对这个小国刮目相看 当时,柬埔寨的领导人正是著名的西哈努克亲王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让柬埔寨迎来了一段难得和平的环境 可是,西哈努克虽然坚定地与中国和越南修复关系 美国却持续性地在柬埔寨煽风点火 揪住两国的边境问题大做文章 进一步挑起民族矛盾 而柬埔寨的各方势力也都蠢蠢欲动 1970年,柬埔寨的首相朗诺发动了政变 并建立了高棉共和国 朗诺上台之后 立刻改变了西哈努克时期的政治方略 与北越断交 并全面地倒向了美国 这样的政治大转弯 让柬埔寨国内的许多民众都猝不及防 柬埔寨的政治斗争 让北越也人心惶惶 如果邻国生变 那对越南的政权同样是巨大的挑战 所以 北越开始大力地支持柬埔寨境内的共产党 越南内战就此爆发 朗诺并非一个合格的领导人 他与北越、南越都撕破了脸 导致自己孤立无援 所以很快就被赶下了台 然而 朗诺下台之后 柬埔寨国内的乱象却愈演愈烈 直到1975年 柬埔寨的共产党人建立了红色高棉政权 总算结束了多年的混战 然而 这所谓的结束 却只是另一场动乱的开始 柬埔寨内的共产党 曾经得到过北越的大力扶持 可是1975年之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分裂 因为 越南想要控制柬埔寨 而柬埔寨自然厌恶来自越南的控制 双方从政治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随着边境问题的爆发 双方终于产生了武力冲突 边境线上战火弥漫 尤其是1978年之后 双方的武力冲突不断升级 一年之内冲突数量达到了4800多次 平民的生命在战火之中不值一提 而两国政府完全没有休战的意思 越南政府一时之间拿不下柬埔寨 但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从内部瓦解 柬埔寨有很多百姓 其实都是越南移民 他们天然地亲近越南 而越南决心把这些人培养成 柬埔寨新一轮的反政府势力 同时1978年 越南也争取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 苏联为了捆绑住越南这个盟友 维持自己在亚洲的势力 所以表现得非常慷慨 送给了越南大量的武器资金 并且也对越南做出保证 即便越南侵略柬埔寨 在国际上 苏联也可以保全越南 在苏联信誓旦旦的保证之下 1978年底 认为时机成熟的越南派了20万大军 悍然进攻柬埔寨 柬埔寨和越南相比 还是太过弱小了 在越南不顾一切的侵略之下 柬埔寨很快沦陷 越南又在柬埔寨扶持了越南人民共和国 从此 越南开始长期在柬埔寨驻军 最初 甚至柬埔寨的官员 军队的任免都需要得到越南的许可 平民百姓更是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 沦为了越南统治下的二等公民 所以 在这样的深仇大亨之下 柬埔寨是绝不可能支持越南的 对越自卫反击战刚一开始 柬埔寨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坚决站在中国这边 柬埔寨的立场 是源于和越南的多年矛盾 而朝鲜思考的就更复杂一些了 其实 朝鲜和中国之间的往来也一直都很曲折 在五十年代 双方都一凶二败的时候 关系非常紧密 而且 我国还不顾风险帮助朝鲜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 对于这件事情 朝鲜人民一直是感激的 不过 两国的蜜月期 也就在抗美援朝战争彻底结束之后戛然而至 因为朝鲜需要发展 因此 他们需要的是资源 是利益 而很多利益是要从中国手中抢夺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做了一些让中国人心寒的事情 比如说 在五十年代末 很多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宣传之中 朝鲜都在努力降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存在感 许多重要的战争之中 只能见到对于朝鲜军队的记载 而立下大功的志愿军却不见踪影 在他们的博物馆里 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描绘也寥寥无几 以至于多年之后 很多朝鲜民众都已经不清楚 中国人民志愿军究竟在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显然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 所以从感情上 中国人是很难接受朝鲜的转变的 而且朝鲜也很快傍上了苏联这棵大树 在朝鲜最为困难的时候 苏联并没有大力地援助他们 美军人传登陆的时候 金日成曾火急火燎地找到苏联求援 但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始终隐于幕后 可即便是有这样的恩怨 在战争结束之后 朝鲜还是希望能够获得苏联的援助 毕竟苏联比当时的中国要强大得多 如果按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 那朝鲜很快就会和中国走向决裂 但幸好朝鲜悬崖勒马 没有放任自己和中国的关系 走到不可修复的地步 而我国也始终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朝鲜 因为中朝两国之间唇亡齿寒 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发展方式 因此到了六十年代末期 双方的关系是稳中向好的 特别是1968年 朝鲜和美国爆发政治冲突的时候 我国是毫不犹豫站在朝鲜这边的 也是当时国际上为数不多几个声援朝鲜的国家之一 或许是患难见真情 从这之后 双方之间的合作又变得频繁起来 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的时候 朝鲜已经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因此 无论是出于政治利益还是国际道义 朝鲜肯定都是站在中国这边的 只是 朝鲜和柬埔寨的支持 却反而让越南更加嚣张了 越南认为 有苏联这个强国为自己撑腰 而支持中国的 却都是柬埔寨 朝鲜这样体量不大的小国 所以 这次战争自己必胜无疑 中国这边行动起来之后 越南国内还沉浸在一种狂热的气氛之中 都以为自己马上能够取代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核心 甚至 当时越南政府还叫嚣着要做世界第三强国 要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之下的大国 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简直荒谬 区区越南 哪有这样的实力 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越南的确有胆量做这样的梦 因为 随着中苏交恶以及亚洲形势的变化 越南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 甚至由于苏联的帮扶 越南还获得了比中国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越南和苏联的同盟之下 中南半岛已经为苏联控制 而中国处在两面夹击之下 在越南看来是随时有亡国危机的 越南也的确打过胜仗 而且战胜的还是法国 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强国 这更增添了越南的信心 就连西方也高看越南一眼 认为越南是整个亚洲最具备发展潜力的国家 但是越南实在过于自信 越南此前的胜仗 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和苏联的援助 越南自身在战略战术方面是极度落后的 即便后来苏联给了越南大量的高端武器 也是拔苗助长 越南本身其实完全不具备成为军事强国的基础 而且当时的法国和美国 也并没有拿出最强的实力 同时也有越南本土作战 战尽优势的原因 总之越南所谓的胜利其实水分很大 在中国下定决心和越南决战 而越南没有足够援助的情况下 其实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直到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越南境内 越南政府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只能再去求苏联援助 但这一次苏联却一反常态 不愿意出兵了 因为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牵制苏联 美国未必真心支持中国 但是美国很清楚 中国击败越南 那就意味着苏联在中南半岛的发展功亏一篑 而苏联的势力被削弱 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美国的态度是隔岸观火 但一旦苏联介入 美国也会介入 对苏联而言 帮助越南虽然符合自身利益 但苏联完全不想因为一个越南跟美国起冲突 此时此刻 越南才发现自己实在过于看中苏联的援助了 事实上 在大国博弈之中 越南这一类小国随时都是可以被牺牲的棋子 越南为自己的傲慢无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战争结束之后 再也没有人相信越南会成为一个大国 越南人的国家自信被一夜之间击垮 直到现在 越南也没有走出战争的阴影 他们依然没有摆脱农业国的框架 而曾经被他们吹嘘的军队 如今更是凌驾于政府之上 成为国家最大的独留 从一个潜力无限的国家 变成了如今不值一提的样子 越南的国家命运是一场悲剧 越南始终认为 造成悲剧的原因是越南的战败 但实际上越南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自己的贪婪